本朝區公所猴年所舉辦的首座復古燈籠活動 號召千人首座懷舊燈籠 名咒提燈籠 逛古城 吃湯圓 體驗古早期待 質譜的年節趣味 緊接著要迎接經濟年到來 本朝區公所計畫要舉辦新北慶元宵 首座提燈 要訪橋的系列活動 從即日起邀請市民朋友一起動手做燈籠 元宵節是我們中國一個傳統習俗 那我們希望說辦這個元宵歡慶的活動 順便也送一下我們有一些弱勢團體的一個愛心湯圓 這是我們 讓我們辦這次元宵節呢 能夠有一個傳統習俗的文化 讓一些小朋友都能夠接觸我們這個傳統的元宵節這個文化 歡慶元宵節系列活動當中 環保創意燈籠競賽活動 分為國小 中學及社會主 國小組前三名分別可得到6000元 3000元和2000元獎金 中學組部分前三名可得到1萬元 5000元和3000元的獎金 社會組則是有16000元 8000元和5000元的獎金 另外每一組還有7名的加作名額分別可以得到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獎金 我們即日期到1月24號我們報名簡章在本所的網頁 以及我們有一些宣導的活動DM都可以在本所或是禮辦公室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些得獎的作品 未來我們都會在板橋持衛宮展現給大家 板橋持衛宮安排展出 數位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 好了 各位 知名人 我們在講一次的 wissen訊息 投資結束 什麼 你們看見 右邊